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 4月17号宣布将角逐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 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关注 郭台铭的参选将对美中台三方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有关的详细情况 我们连线美国真一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了解一华 好的 林森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4月17号星期三的时候是正式宣布了 他将会角逐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对台湾的政坛可以说是投下了一枚相当大的震撼弹 那么虽然目前为止还不清楚 这个国民党最后会将由谁来出马竞选总统的宝座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位政商界的科技巨破将为台湾明年总统选战 带来这个选情带来一个相当巨大的冲击 那么接下来郭台铭将会参加国民党的初选程序 那么郭台铭他也表示 是他将会这个参加初选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征召 那么他也多次的向国民党的领导层来进行呼吁 要恪守初选的规则 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呢 台湾媒体也是相当紧盯着这个郭台铭的动向 郭台铭在星期二的时候曾经表示 明年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 他也提到说这场总统大选将会决定 未来台湾起码二十年的政治国防和经济的走势 那么郭台铭他也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 并且认为市场是要靠竞争 中国大陆和美国都是市场 我们也知道郭台铭与北京的高层的 这个四通八达的人脉呢 被各界视为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不过呢这个双方这个紧密的关系 也令许多这个人士担心说 这个鸿海富士康在中国这个大规模的投资 和商业的这个联系 他将在未来在政治上如何处理 目前降至谷底的这个两岸关系 而北京方面我们也知道 曾经的表示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武力犯台的这个选项 大家都知道郭台铭和许多其他的国家 都有非常良好的紧密的这样的政治上 和商务的这样的一些关系 他也曾经到白宫来访问 并且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呢 共同召开联合记者会 郭台铭呢现在宣布要参选台湾总统了 那美国方面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 目前美国方面还有没有针对啊 就是做出任何的具体反应没有 是的我们知道呢 目前这个美台关系呢 可以说是这个处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状态 那么今年也是台湾关系法 通过这个立法40周年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末见呢 日前呢是和这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瑞安 一同在台北参加了这个4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 那么末见当时是表示说 美国不会介入台湾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也愿意与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任何的领导人来进行合作 那么美国之音稍早呢也有机会采访目前人正在台北的这个政治风险分析顾问方恩格先生 那么他也对我们表示 目前台湾选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选举的程序呢 还处在一个初始的阶段 美国不会对任何人的这个参选来做出任何的评论 我们先来听听方恩格先生稍早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知道除了川普之外 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很多正式者 不管是在国务员或白宫国安会 或者我们美国的国防部 很多人是很很很很注重台湾的国防 预设也越来越增加 也是希望可以继续跟台湾在情报 就是这些方面的加强合作 现在是太早 我想美国对国台民参选 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政策或因应措施 不过我们也知道 对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 对台湾施加影响力 无论是在军事的威胁上 还是在外交领域的打压上 那么在去年九合一的地方选举之前 台湾社会充斥着各种的假新闻和假信息 那么其中有被很多认为 很多的消息都是被认为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莫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美国对此一直是密切的关注 也表示担忧 至于他如何评论台湾巨商郭台铭 要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问题时 他是表示无论台湾未来由谁执政 美国都将与台湾政府继续进行合作 因为美台之间共享了重要的利益 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 谢谢易华 这是记者李易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